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两会代表不满集中针对习近平 请看报道 中国召开两会因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中国经济困难 加剧中国经济增长下滑 由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以来 成功及所有权利于一身 习近平虽然一尊之威 但两会代表的不满也更集中针对习近平 法新社说 两会习近平将面对人大代表的怀疑与不满 据法新社今天自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战震撼 习近平在今年的两会上将面对代表们的怀疑 相当于共产党的意见登记时 中国人大会议当然不会质疑当政已经6年的强人政治政策 但自2018年3月上次两会会议以来 情况发生了变化 中国人大去年通过决定取消习近平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接受习近平可以终身任职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思想也写进了宪法 此举让习近平与共产党政权创始人毛泽东平起平坐 一年后的今天 习近平推动的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新时代 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障碍 基于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 重力影响中国经济 而习近平推出的一带一路 正遭到中国选中投资的沿途基建建设的国家质疑 在香港的汉学家林和利指出 局势将比去年困难得多 去年习近平可是在权力的顶峰 据林和利认为 习近平正处于共产党内对他的批评下 批评他的经济政策 以及没有赢得美国总统川普的挑战 法新社说 作为共产党内对习近平不满的迹象 中国共产党一年以来 没有召开类似共产党议会 制定国家重要政策的中央全会 但是数百名各省市地方负责人 今年1月被召集到北京 与中国高级领导人一起开会 习近平向他们警告 经济放缓 有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危险 中国经济增长去年 据报由6.6% 此为中国28年以来最低 中国总理李克强下个星期二 会向3000名代表报告 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下调至6%到6.5% 中国四分之三的省份都下调了 今年的经济指标 中国政府应有债务担心 不像2008年时未了解 就于世界经济的危机 大力出手扶持经济 但增加债务危机 据林合力说 不排除代表们私下要求习近平 拿出措施刺激经济 他并指习近平有可能面对 人大代表愤怒的批评表达 不过据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 马蒂亚斯杰潘指出 习近平自从当政以来 加强对媒体网络 以及持不同政见的钳制 仍然处于政治强人地位 据马蒂斯·斯杰潘认为 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将习近平推崇为强势领导人 中国的意识形态及政治运动 更将习近平推崇至所有事情的中心地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难有一个党内竞争对手出现 据法新社说 中国民营企业被迫在企业内设立共产党支部组织 仅仅抱怨眼看那些时常亏损的巨大国有企业 获得国家与银行的更多支持 据总部设在北京的天泽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盛宏表示 一方面虽然中国官方希望发展市场 但同时政府又压制随之而有的自由 政府担心出现没有国家控制的经济 法新社说 中国民营企业家有时与美国总统川普要求相同 川普要求中国停止对国有部门补贴 被指示哄骗美国人 中国人大在十天会期里将通过外国资金投资法律 该法律将禁止强迫外国企业转让技术 法新社说欧洲方面对此做法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这是中国与华盛顿达成贸易协议的有效手段 请看报道 今年的中国两会将审议外商投资法 中国采取不寻常举措 在这部草案中要求官员不可向外国公司施压 要他们转移技术 如果该法律草案通过 保护知识产权和防止强制性技术转让将被写入法律 也有助于结束美中严重的关税贸易战 由于这部法案涉及外国企业切身利益 因此引发广泛关注 星期二三月五日将有三千多名人大代表 开始举行年度会议 预计外商投资法草案将会是会议的重头戏 这次围起两周的大会给予习近平政府一个平台 宣传旨在结束于美国的贸易战而做出的改变 这个草案对外国投资的技术部分 是为了解决华盛顿 欧洲以及其他贸易伙伴的投诉 他们认为中国用制度操控了外国公司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7月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施加惩罚性关税时 就指出北京窃取或向外国公司施压 要求转移技术的指控 欧洲日本和其他贸易伙伴不同意向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但是符合美国的说法 中国其实不愿意改变其帮助中国公司获得外国技术的策略 但是共产党领导人在面对去年国内经济增长降低到30年来最低的6.6%之后 不得不屈从压力做出妥协 在国内方面 许多中国的公司与投资人希望官员们就北京将如何落实承诺宣布细节 包括如何遏止国有企业多大 以及如何协助为中国创造了众多就业机会和财富的企业家 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承诺减少高达1.3万亿人民币的增值税和其他税收究竟有哪些具体做法 中国官媒积极引述了海外多国媒体对这部外商投资法草案的正面反应 澳门日报3月1日报道说 如果该法通过将有利于中国营造更加公开公平和透明的外商投资环境 美联社星期天3月3日在报道中说 美国驻华企业社团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夏尊恩称这部草案是向前迈进一步 不过很多外国公司过去在听到中国很多正面说法后 对实际状况感到失望 一些商业团体则表示他们还需要看看这个法律的执行情况 中国欧盟商会表示 外商投资法草案语言含糊会给监管机构太多的裁量权 当中强调行政手段或可让官员们自由的使用其他的施压策略 人民代表怕人民北京铁丝网下开两会 请看报道 中国一年一度盛大的两会在即 北京维安大升级 空前的保安措施让北京市民惶恐 一张人民代表居住的宾馆被铁丝网拦起来的照片 引发人民怕代表还是人民代表怕人民的热议 出席两会的代表顾名思义都是人民代表 但是网络流传的北京市一座住着两会代表的宾馆 被铁丝网围起来的照片让许多人诧异 作家陆天明就此评论 中午去附近一家肉饼店吃快餐 路过一家宾馆住两会代表 整个宾馆都用蓝色铁丝网包围起来 警车警察辅警便衣如临大敌 保护好人民代表绝对应该 但需要用铁丝网将驻地保卫吗 我在北京四十多年来年年有两会 唯有这两年看到动用铁丝网包围代表驻地 用铁丝网隔离人民和来开会的人民代表 是不是有点过分 给民众一个什么感觉 跟帖的似乎明知顾问 自问自答 图片是北京的吗 有人说是乌鲁木齐的 一位自称为自由的跟着说 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民意代表 是不是也这样和人民隔离开 这张图片文字在网络广泛传播 引起网络热议 北京之春民意主编胡平发推说 不但是人把人民当敌人 也是把代表当敌人 就是要让代表们知道 只准老老实实不准来出乱动 有网民评论 年年有两会 唯有登记后这两年看到动用铁丝网包围代表驻地 用铁丝网隔离人民和来开会的人民代表 是不是有点过分 给民众一个什么感觉 这不是铁丝网 而是一道隔离人民的墙 还有网民说 人民政府人民怕 人民代表怕人民 中国人大政协两会 3月3日起陆续开幕 北京进入戒备森严的政治热计 据报道 前往北京的乘客和送往北京的邮件 都要进行二次安检 除了严格拦截访民入京 赵紫阳前秘书鲍同独立记者高瑜 维权律师普志强 天安门母亲群体 人权斗士胡佳 已被列入首播高度监控的重点人物 甚至远离北京700公里的河南 行阳市当地政法委发布通知 在两会期间启动战时机制 每天汇报重点人员 稳控情况 及当天超省进京集访的情况 另外北京为防补测 还禁飞滴小曼航空器飞行 华为高股息派大红包挽救士气 请看报道 路透社根据公司消息 华为技术公司将向员工股东派发 总值数十亿美元的现金股息增幅为3% 在美国带头抵制使用该公司电信网络设备之际 此举料将提振员工士气 分析人士表示 这笔支出似乎还显示出华为的获利增长 以及该公司能够经受的驻美方的指控 美国官方指称华为电信网络设备 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于间谍活动 华为以所谓的狼文化著称 这种文化要求员工全身心投入 以换取高薪 华为大约8万名员工 拥有该公司几乎所有的股份 6名员工股东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 2018年美股现金股息料 从1.02元人民币增至1.05元 他们补充说 总美股收益下降7%至2.61元 应进行了拆股 消息人士称2018年还将进行1比1.56的拆股 消息人士称现金股息可能与年薪相当 甚至更高 华为在全球雇佣了约18万名员工 股东计划并非对所有员工开放 员工通常只有在三年的强劲表现后才能参加 加拿大时间3月1日 加国司法部长正式批准启动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华为随即透过律师发表声明 对于加拿大政府的行为感到失望 孟女士没有任何不当行为 美国对他的起诉与引渡是对司法程序的滥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指出 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明确和坚定的 整件事是美加两国滥用其双边引渡条约 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 是对中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陆康敦促美国立即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和引渡请求 敦促加拿大立即放人 让孟晚舟平安回到中国 中国网民达8.3亿 摄影司及捆绑推广APP暴增 请看报道 中国官方最新统计 截至去年12月 网民人数已达到8.29亿 当中6.1亿为网购用户 占网民约74% 而手机4G用户更多 增至11.7亿 普及率约84% 如此庞大的消费群体 自然备受商家觊觎 当局公布在去年第4G 再发现有43款手机应用程序APP 涉及违规收集用户 个人资料等问题 并首次出现有APP 恶意消耗用户相关账户 积分的行为 有传媒统计 近4年来共有695款手机应用程序 被指违规 当中超过八成半 存在强制捆绑推广 其他无关应用软件的问题 著名搜索引擎百度也不例外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上月底公布 去年第4季度检测 47间手机应用商店的应用程序 发现17间商店售卖的 43款APP违规 涉及违规收集用户个人资料等问题 以责令下架 当中由李彦掌舵的搜索引擎百度 旗下手机应用商店的百度手机助手 占了4款 公布显示 百度手机助手被列入黑名单的APP 以包括主要的违规情况 例如软件绿页汇购V3.0.0 有恶意消耗用户相关账户积分的情况 万能看V9.5.3 涉及未经用户同意 收集及使用用户的个人资料 极品飞车及巧虎汉堡店 则涉及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程序 其他被指有违规的APP的手机应用商店 还有审码软件站 9.1游戏网等 另外当局又公布 TT语音 抖鱼直播等14间互联网企业出现 未有公式用户个人讯息收集使用规则 及媒体及账户注销等服务 以敦促整改 中国南方都市报统计 2015年至2018年工信部公布的问题APP后发现 过去4年共有695款APP存在违规问题 当中以强制捆绑推广其他无关 应用软件的问题最普遍 86.33% 其次为未经用户同意 收集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 有44款APP 占总数的6.33% 且多数为通讯类的应用软件 再者是恶意吸费 占总数的5.47% 统计结果又显示 有32款问题APP屡禁不止 当中风云直播APP 5度名列黑名单 重现次数最高 且均属强制捆绑推广其他无关应用软件 身为律师的政协委员彭靖 将于两会期间提交议案 建议加强对APP的规管 包括进行分级分类监管 以及规范信息采集行为 以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金正恩不见习近平专列直奔北韩 请看报道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二日结束越南出访行程 搭乘专用列车 启程返回北韩 原本外媒都推测 金正恩在回城时 有望赴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没想到金正恩一行人所搭乘的专列 二日离开越南后一路沿着去城的路径 往回行驶并未绕到广州 因此外界研判 金正恩此次川经会日程结束后 将直接于五日凌晨抵达丹东再赴平壤 根据韩联社报道 耗时两天一夜的川经会意外破局 并未达成任何协议震惊全球 而北韩外务省副相李洁成28日被发现飞往北京 遭外界猜测是为了习近会铺路 但根据最新消息 金正恩的专列在抵达南宁后 并没有绕到去广州 而是直截北上往长沙 与去城相同 也就是说并没有赴北京的计划 先前曾有消息传出 金正恩在川经会回城与习近平会面 告知川经会的协议内容 并对中国协助专列行驶表达敬意 越南至北韩最短行驶距离 约3800公里 耗时需60多个小时 此外 每当金正恩等北韩高官经过时 都会取消所有预定的丹东中联大酒店 也传出不接受2日至5日的预定 另一方面 河内川经会未达成任何协议 据了解 北韩方面愿意放弃 民边核设施的所有设备 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来处理 态度严谨 但美方拒绝接受倡议 选择离开谈判桌 这让北韩方面感到相当困惑 面对的眼前的情势 北韩外交部长李永浩 一日凌晨罕见的召开记者会 反驳美方说法 强调北韩愿意关闭 民边核子研究设施 换取美方撤取一部分制裁措施 但并没有要求美方撤回全部制裁 中国渔船非法捕捞阿根廷开枪驱赶 请看报道 中国一艘渔船移在阿根廷水域 非法捕捞遭阿根廷海岸警卫队人员开枪驱赶 最后渔船逃入国际水域 而阿根廷警方已发出国际逮捕令 综合媒体三日报道 阿根廷当局表示 周五一日深夜大约11点 海岸警卫队例行巡逻时 在圣豪尔赫湾附近 发现一艘进入阿根廷 专属经济水域范围的中国船只 华翔801 船只撒开雨网及亮起工作灯 相信正在非法捕鱼 海警巡逻舰上人员 企图以英语及西班牙语联系 但对方不予理会 海岸警卫队再度发出警告 并以船上的机枪开多枪试警 船员其后关灯 丢下捕鱼设备立即开船驶离 期间渔船更企图撞向巡逻船 经过大约三小时追捕 渔船最终逃入国际水域 警卫队唯有停止行动 阿根廷当局也曾在去年 出追捕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时开火 涉事渔船最终被逃脱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木子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中国全国政协十三届十二次会议 今天下午三点 正式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并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宣读工作报告 两千名全国政协委员做出审议 特别的是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除了用5G技术直播以外 也首次使用具有智能对话功能的 机械人记者报道两会新闻 另外也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村友员爆料而负面新闻 缠身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周强 也如外界预料出席政协大会开幕式 坐在主席台的第三排 显示他并没有受到消息影响 央视时晃转播时还在镜头扫到周强时 刻意停顿了数秒钟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两会开幕式工作报告上 表示要贯彻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 40周年讲话内容 而在上周2月28日 台湾总统蔡英文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 除了再度公开拒绝一国两制以外 更首度表态希望台日能克服障碍 就安全保障展开政府间的直接对话 及时共享中国军方动向 以及应对中国网军假新闻的新的威胁 专访监报以后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马上发文抨击 批评蔡英文一直对外所表现的姿态是媚日求荣 指出台独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报道内容同时痛批蔡英文的施政媚日去终 还引述多名亲中国的台湾网友意见 而力挺台日友好的留言虽然是主流 但在《环球时报》的报道中只字未见 再看到日前川津二会宣告破局 金正恩也启程返回朝鲜 但有媒体猜测金正恩中途 可能停留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根据苹果日报 北京市交管部门今天宣布 明天晨间尖峰时段到上午 天安门前的长安街及机场高速公路等 多个路段将采取机动交通管制 外界好奇是不是再为金正恩的造访预作准备 韩联社则指出 金正恩很可能从越南直接返回朝鲜 不与习近平会面 根据了解金正恩专车的返程路线与去城相同 依照目前行驶速度 如果不经过北京 专车将在5号凌晨经过辽宁丹东 跨越中朝边境的雅绿江 不过中央社报道 北京消息人士2日透露 金正恩计划4日上午抵达北京与习近平会晤 如今对照北京当局发布的交通管制措施 更增加消息的真实性 美国政府起诉中国华为也引发教育界的警觉 包括明尼苏达大学等多所美国大学 开始与华为做切割 不再接受华为的捐款或是签订研究合约 根据美国之音引述明尼苏达大学校报内容指出 明大负责科研的副校长克雷默日前在发给分校校长的 一份备忘录表示 鉴于诉讼所引发的不同寻常层级的关切 校方认为终止与华为的互动交流是审设的步骤 同时也决定终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预计学期末关闭 其他学校方面 目前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 史丹福大学已宣布终止与华为的科研交流 停止接受华为的赞助 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也证实 正在审核校方与华为之间的交流 维斯康星大学则正在检查中国供应商提供的 视讯设备 最后看到浙江省温州瑞安市龙山实验小学 去年9月发生家长以眼还眼 持刀杀死小学生的案件 当时一名36岁的灵性男子 因为不满女儿一只眼睛被男同学打伤 在去年9月闯入校内 用刀杀害9岁的叶姓男童 针对这起案件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日宣判 林南被依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表示经过鉴定 林姓男子在案发时处于精神分裂症缓解期 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 并指出持刀故意杀人导致死亡 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虽然林南案后自首 但因为犯罪情节恶劣 后果严重 具有社会危害性 以此决定依法言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影片 感谢观看